它有四個手臂 一個手臂啊 就拿著 這個 這個金剛棍 這個打棍的棍 這個好像是打鼓的 稍微長一點就變成棍 一隻手拿浮沉 浮沉什麼作用 就是清淨的作用 清淨的作用 棍是什麼作用 就是把人打分的作用 這個金剛鎖 一隻鎖拿金剛鎖 這鎖是什麼作用 就捆綁的作用 很簡單你就可以意味到 對於好像是說犯戒律的弟子 沒有懺悔 也不懂得悔改 也不懂得日神 每一天要悟三神悟生 孔子講的 三神悟生 你都要想一想 自己所講的話 所做的事情對不對 你也不悔改 也不想 拼命換戒 這個一棍子把你打分 這個打力金剛一棍子把你打分 用這個繩索幫你綁住 就拉到無間地義 就下無間地義了 下無間地義怎麼辦 怎麼叫無間 叫食無間 然後地義還有讓你喘氣的地方 那不叫無間 那是有間 讓你痛苦一下 又回復原來 所謂無間 就是苦無間 痛苦沒有中斷的 我們每個人身體都會有病痛 痛起來好像牙痛 牙痛不是病 痛起來要人命 但是他畢竟是有空檔的時候 你痛一痛又好了 痛一痛又好 所謂地義的無間地義是苦無間 永遠的痛 還有空無間 什麼叫空無間啊 有沒有想到啊 什麼叫空無間 反正你這個地義 存在的時候 你永遠在那裡 而且你看的 整個地方全部都是你 不會有別人 只有你一個人在那邊受苦 這叫空無間 而且每一個床 每一個地義的床 地義還有床讓你睡啊 每一個床上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叫做空無間 痛苦無間 食無間跟空無間 那種地義叫做無間地義 在地藏經裡面有寫到 這個義啊 有一天這個地義 這個地義結束了 還送你到別的地義 這個地義又回復了 你又回來這裡 就是空無間 就是空無間 所以千萬不要換戒 一定要深口意清淨 殺、盜、淫、忘、酒 都不可以 喝酒不行 殺生不行 做強盜、做小偷不行 邪淫不行 講假話騙人不行 你騙人講粗話 講惡意 都不行 連喝酒也不行 喝酒包括毒品 佛教的戒力很重 一切的發展 菩薩戒 一共有兩百多條 三百多條 比丘、比丘尼戒 也一樣 都有幾百條的戒力在那裡 你自己好好每天的看一看 大力金剛啊 金愛法怎麼做 難道也把棍打昏了嗎 金愛法 你喜歡那個 你修法修成就了 我喜歡那個 然後 你稍微輕輕給他打一下 他彌伏了 他就愛上我 然後 用金剛鎖給他綁 金剛鎖 把你的對象給他綁住 綁回家啦 跟你結婚 這個就是金愛法 一個是打得很重 用身子綁到地獄 一個是打得比較輕 讓你稍微昏明 你就愛上他 然後再把你綁起來 帶回家 然後你們就結婚了 然後就是金愛法 不然怎麼講 這個佛城 就是你懺悔了 你要是金母用佛城少你 變成清淨了 你可以往生到佛國淨土 齊克印 就是憤怒印 它有四個手臂 就是四個 三種法器 一個齊克印 那一樣要有這個 我們密教裡面同樣講到 那一樣要有這個 我們密教裡面同樣講到 有一個密教的 就可以了